然後這個城市也叫做先知之城 十五年在這個洞穴裡面 然後它一直在看著你 這個城市是開心果之都啊 他們的開心果的製品 上面是書餅的東西 它這個... 它們是羊肉絲 然後會加飯的湯 然後這是... 我們今天來到了第一站 就是這個亞伯拉罕池了 這個池呢非常的有名 因為它是亞伯拉罕化身而成的池 對它這是一個故事來著 亞伯拉罕我其實不知道這個人 大家也許是基督教人會知道 他應該是聖經裡面的一個人 他是一個先知 然後呢 他出生的那一年 那個當時的國王好像是寧露 因為有傳說那一年出生的小孩 會導致國家滅亡 所以他就下令把那一年 所有的出生的小孩都要殺死 然後那個亞伯拉罕的媽媽呢 就把他... 當時亞伯拉罕的母親會躲避殺機 因此躲進洞穴 必剩下了他 直到亞伯拉罕十五歲了 才從洞穴裡出來 種出紛云 然後出來之後 那個寧露知道了就很生氣 然後就是打算要放火燒了他 結果呢一放火那個神知道了嘛 就為了解救亞伯拉罕 就把那個火焰呢 化成這座池水 然後那個木頭的灰燼什麼的都化成這個池裡面的魚 所以這裡面的魚鯉魚非常非常的多 而且非常非常的肥 對而且是完全不能捕捉的喔 所以這個這個池叫做亞伯拉罕池 然後這個城市也叫做先知之城啊 這個城市其實非常非常古老 是最古老的城市之一 在這個土耳其這邊 對然後這個池的旁邊呢 也有一個地方是可以讓你喝這個聖水的 然後還有那個洞穴也有很多人會去特地朝聖 基督教人還是伊斯蘭教人會去特地朝聖 OK 跟大家客戶到這邊 這算是一個這邊的地標了 所以他在這邊出生長大到15歲耶 15年在這個洞穴裡面 難怪這麼多人想進來朝聖 他是一個神聖的山洞 這進來是有分男生女生的 然後西斯蘭教人他們都非常虔誠的 一進來就會在這邊跪拜什麼的 對 這洞穴比我想像中的還要大還要高耶 然後有聖水可以喝 逛了一下這個城市 大概一個小時 就是他那個花園 還有那個 那個先知之池 對 我們現在要離開了 我們要前往下一個城市囉 對 在一個小時 有40分鐘 很快 OK 開了大概快兩個小時 來到了Gazianta 這個城市 然後這個城市很有名的呢 就是那個馬賽克 對 他們這裡有一個很大的馬賽克博物館喔 蠻有規模的 850然後60塊是 Audio Guide 哦 150 很大幅耶 很大幅耶 然後光澤啊 然後光澤啊 很厲害 很厲害耶 很大幅耶 Clean later OK 他好像還沒有Ready 現在是4點了 現在這邊喝個茶什麼的 這是我們在Gaziantep的住宿了 他這邊住宿評價還蠻好的喔 他在hotels.com上面評價有到9分耶 然後他是有附早餐的 廁所基本有幹事分禮 Gaziantep這個城市是土耳其的第六大城市 所以呢剛剛我們一路開過來的時候 他其實非常的熱鬧 城市中還有那個輕軌有在經過 這邊很有名的是他的果仁蜜餅嗎 果乾 果乾很有名這個地方 看有沒有機會可以去逛一下他的Bazaar 什麼那麼好 我給Jackson吃欸 他那個後面的小朋友一直在跟我要錢 他不肯走欸 我們剛剛點這個啊 因為那是土耳其的甜甜圈 他是炸的 然後他外面裹了一層巧克力 然後還有灑上那個開心果粒 超甜 超級甜 然後裡面的 像甜甜圈的東西 好像味道沒有很重 最主要是巧克力太甜了 比一般巧克力還要甜很多 然後開心果 就是增加他的口感 就是有碎粒感這樣子 然後他有附一球冰淇淋 那冰淇淋完全就沒甜味了 這個城市是開心果之都啊 他們出產非常多開心果的產品 這樣子一個是三十 三十里啦 那很多皮脂皮 有一些什麼的 會有空氣 那些空氣 對 他們這裡有一條同氣街 非常有名 應該就是這裡了 OK 終於買到這個 我很想吃的 叫什麼 卡拉巴 什麼之類的 他們的開心果的製品 上面是豬皮的東西 他這樣不便宜 這樣兩個是二十五里啦 然後他這邊是算公斤的 Cheers 好酥喔 很甜欸 他這個跟我們在西亞吃的那個有點像 油脂已經 立馬就已經剩油出來了 愛吃甜食對不對 你一定要來這邊 他們好喝欸 他這個好像是羊肉絲 然後會加飯的湯 然後這是 我們現在目前唯一點的烤物 這是茄子 加那個肉丸嗎 還有烤的蔬菜 欸不錯欸 好吧 你們快要吃甜食 坐得好燥 好燥 剛好燥 超燥 好燥 可笑 她是超燥 她是超燥 空燥 她呢 那麼冷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